今天我们再说一说人民币升值 我们现在简单的了解一下最近人民币的走势 从三月底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价格小幅贬值到6.5左右 之后就一直在升值 到5月28号人民币的价格已经来到6.38美元 近两个月保持了快速的增值 我们再拉长时间线来看 从20年以来人民币一度跌破了7.1美元 但很快又开始升值 所以我们从近一年的时间线来看 人民币的民意汇率是上升的 这个趋势就让某些人认为人民币未来趋势将会是持续增值 但是在5月27号 中国的外汇市场会议对外发出警告 标题就是不要赌人民币升值或贬值 久赌必输 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 中国官方对外发出这种暧昧不清的声明 这个事本身就是很耐人寻味的 人民币的升值 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造成人民币升值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是中国的资本管制 第二个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人民币汇率上升是用来对冲通胀的问题 它说明 现在中国的整个外汇是受到国家管控控制的 也就是说政府想它升就升 想它跌就跌 升和跌是取决于政府的需要 它这个事情背后的运作机制 其实就是外汇国家化 货币国家化的趋势 我们经常说现在中国即将全面的进入计划经济 但其实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是计划金融 而计划金融的前提条件是计划外汇 也就是说人民币的进出流通价格 它都要全面的受到党和政府的管理 来讨论一下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因素 首先是美元相对的贬值 我们来看人民币和美元指数的相对关系 图中灰色的实现代表美元指数 可以看到两者基本是同步的 人民币的相对升值 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美元指数的走弱 那美元指数为什么走弱呢 这个当中的原因是综合多元化的 我们这次节目说的话题和时间所限 只能简单的来说其中最核心的原因 核心原因就是美国发生了滞胀 那因为受到疫情的攻击 美国不得不印钞救济 造成美国的M1货币供应暴涨300%左右 这些钱并没有沉淀 而是成为到处乱窜的热钱 市场热钱变多的重要表现 就是资产价格大起大落 恶意的来回拉锯炒作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几个月以来的股市 比特币贵金属等等的价格波动 就能很直观的明白这个道理 那美国滞胀必然会造成美元贬值 因为它说明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过低 但是货币造成的通胀过高 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反差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滞胀时期 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 美国在1973到74年发生了滞胀 另外在79到80年也有一次 这两次滞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美国经济增速下跌 但是CPI物价上涨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剪刀差缺口 那来看现在的情况 就会发现和70年代的美国经济是非常类似的 美国现在CPI物价指数 从20年7月开始一直上升 进入到21年3-4月之后 物价出现大幅的上涨 与此同时 美国实际的经济增速却在减低 远远没有达到物价的增速 近期甚至可能出现增速下调的趋势 物价和经济增速的减刀差再一次出现 这种情况就会造成消费低迷 但是商品价格上涨的格局 大量过剩的美元涌入商品市场 在短期炒高大宗商品的价格 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机制 一般是由国际的著名交易所用美元定价的 本质上它是一种金融的定价 所以虽然现在美元指数稍微走弱 但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完全抵消了美元走弱的作用 对于那些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国家来说 这个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 要花更多的钱进口原材料和能源 商品和能源的价格有非常强的传导性 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大量进口商品能源的国家来说 他们非常容易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 中国恰恰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而中国对于国际大宗商品的需求 这些年也在不断的增加 所以国际商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 对于中国来说就意味着企业成本的上升 企业原材料采购价格的上升 这个情况对于现在生存已经非常困难的中国企业来说 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这种价格的传导是否已经发生了呢 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来看中国的生产与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 而一年4月 生产价格指数上涨幅度明显增高 即是图中浅色线的部分 而深蓝色的部分代表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 它明显是赶不上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上涨 两者缺口不断增加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当中 19到20年上涨比较多的其实是能源和食品价格 就是绿色线的部分 一般的消费依然很低迷 核心消费没有明显的反弹 这个说明经济依然在空转 商品消费没有明显提高 对于企业来说 就意味着产品的销售价格卖不出高价 那与此同时 由于美国滞涨造成原材料价格升高 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不断升高 来看最近两个月的铝铜银等等 金属价格都在上涨 铁矿石的价格指数也是在大幅飙高 更不用说石油等等基础原物料的价格 在21年第一季度也是不断的上涨 那这样的情况呢 就会不断的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 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能力 尤其是现在中国广东等等沿海地区的制造业 都面临着涨价单比订单更多的情况 如果持续下去 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企业倒闭的规模和速度 为了缓解这个生产通胀 消费通缩的问题 中国政府只能是通过宏观调控 让人币汇率坚挺 也就是在外汇市场上不准卖人民币 严查比特币等等非法的资本外流 同时通过自己控制的金融机构 大量收购人民币 维持本币的价格 让它稳中有升 在货币政策上这样操作 政府和企业就有更多喘息的空间 但是这个办法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只能抵消一部分成本上升带来的问题 而且人币汇率如果继续升高 它又会抬高出口的价格 影响中国企业未来出口创汇的能力 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它不会持续下去 否则最后还是会害死出口企业 那这个升值阶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有一个办法是完全被动的依靠市场来调节人民币价格 比如说美元指数 如果未来发生变化 触底反弹的话 那么人民币价格就会下跌 但是这种被动的办法 显然不符合中国当局的利益 中国现在是希望方方面面掌握主动权 而不是被动等待 而且我们看图 美元指数 它基本上是美国利率的一个先行的指数 市场预期利率确定要上升的时候 美元指数会率先走强 但是目前市场显然还没有预期 美国的利率马上会上升 美联储对这个问题也是暧昧不明 忽左忽右 那市场一般认为至少要等到21年Q3之后 问题答案才会最终揭晓 再来看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在上涨一段时间之后 最近也开始横盘 这个就说明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只是一个中继横盘的阶段 它并不是一个拐点到来的阶段 所以在这个中间段中国会强调政府管控的力量来实现目的 而不是靠什么市场的力量 中国政府现在是逐渐开始兑现自己不忘初心的承诺 越来越回到建国之初的那种计划经济 国有经济的路线上来 那计划经济的前提是计划金融 计划金融的前提是计划外汇 所以中国的外汇国家化 外汇资产公有化的趋势 基本上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情 那么从根本上来说 外汇国家化其实是代表财产的国家化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带有农奴社会性质的 所谓共产主义体制的一个部分 它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 目前国际的主流货币系统 都是遵循不断集权化 对普通人进行奴役化的大趋势 这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经济学家徐尔斯曼 在货币生产的伦理这本书里面 就叙述了货币的历史进程 简单来说 人类货币的发展史 就是从自然货币向特权货币的发展史 它的背后是上层利用国家化的货币 对中下层进行剥削的历史 历史上早期的货币都是自然货币 不是国家货币 工商业发展起来之后 民间的金匠银行家 它也是私人铸币 一些著名的货币单位 例如说马克等等 最早的起源都是铸币的工匠的姓名 后来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垄断了金属铸币权 他们让银行家在铸币的时候 减少金属橙色 加入杂质 这样就把货币当中的贵金属价值 窃取到了自己的手里 而民间流通的货币 就成了橙色不足的贬值的货币 政府的这个套路一直沿用到今天 现在的纸币系统和电子货币系统 让这种刻意制造通胀 从中牟利的行为更加方便 人民币和美元都遵循这个规律 但人民币比美元更进一步的是 它把人按照社会阶层分类 不同等级的人 有不同的货币兑换权 上层人士可以比较自由地 兑换人民币和外币 形成有效的资产对冲 而且上层人士是最先拿到新货币的人 他们可以偷走货币当中的价值和橙色 就像古代的君主偷走金属当中的货币橙色一样 所以这帮人手里的货币是最有价值的本国货币 并且他们有最大的权限 用这些本币来兑换外币 而中国的底层呢 他们的外汇兑换是受限的 即使在民意上最多也是5万美元 而且不能出境 所以换了基本等于没换 更重要的是 他们手里的本国货币已经是被偷走橙色之后的 在经过银行金融系统 以及他们打工的公司财务系统 在发到他们手里 这个阶段已经距离货币最初发行的阶段非常遥远了 所以货币早已经大幅贬值 总之 底层有最少的外汇兑换权 而且他们手里持有的本国货币 从流通时间上来说 是等级最低贬值最厉害的本币 中国通过这种货币的等级制就形成对人和经济的奴役 那这个方法比美元的那种纯资本主义的模式更加的稳准很 徐尔斯曼在书里写道 从长期来看 全球的纸币都无法逃脱两种命运 第一是高速的通货膨胀 最后造成货币崩溃 第二是政府对货币进行越来越强力的管制 最后形成彻底的管制型货币 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会造成人类之前所有时代都没有发生过的超大规模的经济崩溃 它的代价将是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 徐尔斯曼的预言现在看来是逐渐实现了 美元有走向高通胀的趋势 属于他说的第一种情况 但是比美元走得更远更彻底的 是如今已经是完全彻底的国家化 百分百被政府控制操纵的人民币 它是彻底的国家化的货币 属于第二种情况 如果我们把2016年左右的资本外逃 看成是一个窗口期 那么在2020年之后 这个窗口期显然已经关闭了 在这个时间点之后 人民币在中国境内已经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格局 汇率只对境外人士和少部分外贸企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对于中国的普通人来说 汇率没有什么意义 它不代表你能用人民币实际换到的美金数量 而中国人在未来更应该关心的事情不是人民币汇率 而是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及如何活下去这些更现实的事情 所以说人民的货币人民爱 人民的货币爱人民 人民币的本质就蕴含在它的名称当中 什么叫人民币 人民币就是以人民群众为发行基础的货币 我们从根上说人民币的发行基础和底层的资产并不是所谓的外汇账款 也不是美元 而恰恰就是中国的数以亿计的愚昧而落后的人民群众 正是有了这些人人民币的汇率基本价格才能稳定 其实说穿了就这么回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有时候你还不得不感谢那些小粉红和战狼 要不是因为他们不停的带风向 人民币的汇率还不可能那么稳定 那如果人民币汇率不稳定的话 当初你又怎么样带着钱换成美元来到国外 拿到国外的账户资产和身份呢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现实 它是一条完整的食物链 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你都改变不了这个现实的状况 好 生事非取利被害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